Hello大家好 小黄带领品房车 那么咱们大通原厂的长沙 月亮岛的营家 又到了一台生活家威一百的房车 也是咱们最新上市的一款 首先看一下前脸方面 非常霸气的一个 具有辨识度的前脸 多个的进气格山 马克萨斯的英文车标 全自动的L1地道灯 全自动的雨挂 像现在前期影下雨 那么这个行车过程中 能够自行的去调节这个摆幅 和这个频率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 HLC的限告防重疫情 那么有这一个的话 咱们过限告的时候 对于C型车来说 就是省掉了很大的一个顾虑 也少了一些安全隐患 然后前车配备有四能截刹 然后前置后驱 后双胎的驱动方式 无钥匙进入以及一键启动 带有电动加热可调的后视镜 配备80升的残留箱 20升的尿素箱 然后侧面 整个后部的箱体 都是采用的三明治的一个车身 外部玻璃缸中间高分子的聚合材料 内部是一个装饰板 同样也是配备有一个七星的充电接口 可以充试电 也可以从咱们新能源充电桩直接取电 后部是有一个黑水箱舱门 内部配备20升的黑水箱 然后车尾是一个贯通式的储物舱 怎么可以看到 整个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然后侧面还有一个电动支撑腿的桥接旋钮 然后咱们可以看到它的支撑腿在这个底盘下方 所以住车的时候这个稳定性更强 然后在车尾 咱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后拓展的车型 所以的话 拓展出去之后 内部的空间又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大的效果 然后在车身右侧是配备有支撑腿的 3米102米的支撑腿 下方这个车是配备有咱们的柴油灶的 柴油灶的话可以直接从油箱取油 那么它的火力也是非常的强劲的 侧面还有一个外置的置物板 然后我们后能锯是做了一个加盘处理 那么在行车过程中 它的行车的稳定性更强 再往前这里是有一个清水箱的重力加水口 这辆车配备有155升的清水箱 75升的灰水箱 打开中门 首先看到驾驶室 这辆车配备了一个电子重量的方向盘 搭载的是上级派自主研发的2.07的柴油发动机 曾经过得了中国新10家的一款唯一的柴油发动机 A柱中间是有一个DMS防频道驾驶的摄像头 然后这辆车是配备有ADAS2.0的一个操作系统 包含了ACC自身巡航 ICC超级巡航 那么这两者结合起的话 基本上能达到一个自动驾驶的效果 也就是说咱们在行车过程中 松开油门 松开刹车 还可以松开方向盘 它能够自行的去行驶 识别路面的标线 然后中间是有一个10.25英尺的中风大屏 配备的是一个法国邦奇的6AT的变速箱 然后主副驾 均配备有安全气囊 配备可以高清的流媒体后视镜 以及行车进度鱼 在额头上方 整体是一张额头床 上方还有一扇肩窗 咱们上部是加了400瓦的太阳能 可以从这个位置上去 去给太阳能做一些清理 然后这张床的宽度是1米 长度是2米 足够容纳两个成年人的睡眠 而且原侧的这个驾驶室的颈部 是没有做切割 一个32寸的这个整体的建设 而且这辆这个建设的话是可以显示咱们监控的一个影像 然后在箱体后部 是一个私人的会客区 那么也是一个对坐的方式 当然二排座椅可以进行一个旋转 旋转过去之后 整个六座朝前的话也不容易运车 然后这中间是有一个电动升降桌 也可以将座椅的靠背往前打平 然后降下升降桌 整个就形成一张粘式床 这个座椅的话也是一个M1的车规级的座椅 座椅靠背可以调节角度 在它的下方位置 也是配备ISOFIX的儿童座椅的一个接入口 再往侧面看过来 这是咱们生活仓这个疾控屏 那么这个也就是咱们的一个防车管家 也就是说咱们这辆车是有一个智能控制的 可以通过语音 也可以通过手机APP 也可以通过这个大屏 来控制车上的灯光电器 以及这个柴暖空桥等等 那么还可以通过模式的设定 形成一个一键操控 或者是一句话的控制 也就是说比如说 你好小麦 打开所有灯光 所有灯已打开 对吧 现在所有的灯光就已经打开了 然后侧面的话 同样是配备有电动的升降车窗 而且内部的窗帘也是一个电动的方式 一键操控 也是咱们一个满人的福利啊 然后上方还是配备有这个 主流的吊柜 配备了四个GBL的音响 汇克区顶部 有一个MAX的换气扇 那么这个换气扇也是带雨感的 也就是下雨的话自行关闭 而且在行车过程中 由于它的一个特殊的造型 行车过程中也是可以使用的 再往后方 这里是有一个卫生间的区域 内部整个是赛德福德的核式马桶 然后侧面的淋浴喷头 然后在对面这里是有一个镜面柜的 然后它的吸水盆的话 藏在了这个位置 这个车尾啊 现在如果是不拓展出去 那么整个长度是1米8 宽度的话是60公分 当然咱们使用肯定是要将整个拓展区域拓展的 那么它的拓展按钮在这个侧面 那么现在整个车尾宽度可以达到1米45 长度最长的区域啊 这两边是可以达到2米2 那么短的一侧是1米8 三面环窗 在床头位置 还有灯光的控制按钮 以及这个电源的取电口 再往前 这是共计 170升的冰箱 分别是两个85升的英德尔的冰箱 内部冷冻冷藏也是都具备的功能 然后上方有一个咱们原厂的这个KM1的空调 单冷变频 它的能效比是非常高的 而且关键是比较静音 再往前 在进门的左手边 这里是设计有鞋柜 那么日常的2到3人的一些鞋子 都可以放置到内部 然后也是采用了一个欧式门 下方带有一个垃圾桶 进门的右手侧 就是咱们的厨房区域 台面上面1200万电层的冷热水 具有的洗水盘 那么这辆车的热水是采用 尾巴斯特的柴暖来供应 它不怎么费电 直接烧油 那么既有暖风又热水 热水是极用既有的 下方是有3公斤的洗衣器 侧面的话是有格纳式的微波炉 上方还配有一个抽油烟机 紧接着上面 这里有一些收纳的空间 咱们的 比如说调料盒都可以放置在内部 那么这辆车最大的好处 就是解决了咱们的生活用电的问题 配备了48伏的双发 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 呆速的情况下 可以冲到每小时两度电 那么行车过程中的话 一个小时可以冲到进行三度电 所以极大的解决了咱们的用电问题 而且这辆车也是配备有7.2吨力电三千瓶的逆并器 像咱们前期演员的情况下 保证咱们的空调用个15-6个小时 然后基本上也就是两个晚上的时间 对吧 所以还是对于咱们的 用电的这个场景 做了一个准确的判断 好的 那么这辆车的话 而且这辆车的水电 而且这辆车的水电 以及空调和暖风的开启 都可以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的 所以是非常智能的一款房车 好的 那么今天的这款双拓的一个车型 既有大床 又有六座 而且内部的空间 各样功能也是非常齐全的 这个介绍就到此结束 这边有什么问题 欢迎您评论 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